给王臣 给予国王大臣 公祭国王大臣 心或登主 听着用十九钱 不许白身 若更所者 白身给之 那么假使我们公祭给国王大臣 那么为什么要公祭给他呢 因为古代有这样的情形 那么就国王大臣来到这个道场寺院当中 那么或者暂住几天 或者他拿点东西有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个拿什么呢 星火灯烛 那么柴火 油灯 蜡烛等等 那么听许的折用 这折用就是你可以个人判断的 个人判断就是这位执事 这位出家人他自己个人判断 可以任运的使用十九钱 那么十九钱大概 和现在大概是几千块了 也不太多了 几千块 那么不需要白身 不需要白告大众生之道 那么假使他更加的索求 他觉得这样不够 还要多拿一些 这时候就必须要白告大众生 大家要和和 跟大众生报告一下 并白大家 报告之后就可以给他了 这是广大众的情形 接着 明 贼难 说明有盗贼的这种难缘 二贼来自 随时将你不限多少 那么二贼 那么有这个贼来了 那么就随着当时的情形 那么你去做打算 这个你就打算的意思 那么就不限多少了 为什么如此呢 因为这个二贼来了 假使你不给他 也许他把你这个私运破坏了 或是放火烧 那么损失更大 所以你就随着当时的情形 他怎么样要求 就可以配合给他 配合给他 那么虽然是如此 并不表示说 这样是如法的 不是的 那么这两种情形 给国王大臣 给这个盗贼 其实都不如法的 但是呢 是因为对方 强行的要求 所以我们就给他 为了保护这个寺院到场 那么你本身呢 是没有过失 但是呢 对方有过失的 还是有过失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接着通列五人 那么有五种人呢 他们呢 是可以使用的 可以给予他们的 生其若二贼弹乐工匠 乃至国王大臣 有利能损益者 应于饮食 那么生其律说到 这个二贼 刚刚有提到了 那么这个土匪 这以前在大陆也有 那么这个印度 那个时候也有 印度也很多 那个盗贼强盗 所以我们看 那个佛的戒条里面 都有提到 就晓得当时在印度 也很多这个 这个强盗的情形 所以佛呢 也会提到 几月份的时候 这个盗贼出现了 比较厉害 那么这个要供养 引识到生团 就要特别注意 这个路上的这个情形 那么这二贼 谭乐 谭乐就在家居士了 就施主的意思 谭就是布施的意思 乐就是越过 那么由于布施 就能够超越贫穷的大海 所以叫谭乐 那么就施主了 还有工匠 工匠 那么来做工的 那么来自国王大臣 那么这五种人都可以 这是通途的列出来 广泛的列出来 有利能损益者 应于饮食 那么就是 他是有这个力量 能够损害 或是对你有利益的 那我们就可以给他饮食 那么这是指什么呢 这当然是指这个 损害的是指恶贼 还有国王大臣 因为这些来到试验当中 假使你不随顺他的心意 他要破坏你的 他要找你麻烦的 那么这时候 我们可以提供他一些 这个需要的 那么或者饮食 或者星火灯竹等等的 那么这是有力量的 那么反过来 假使他没有力量 比方他在逃亡当中 古代也有 这皇帝有力量 但他逃难 逃难这时候 在律上来讲 可以不给他 但这时候他会想 你太现实了吧 我现在会要亡国 我逃到你这边 要一口饭吃都没有 那么这个时候 也许我们就 你私人攻击他一些 那么哪一天 他又当上皇帝 那么他又帮助你了 盖这个大庙 也有可能 不过这个时候就是 你要分公跟私 逃难的情形 比方遇到皇帝逃难 那么他是这个 也算后面 还有一种人可以给的 那么就是 很贫困的 在律上他有提到 我们可以布施给他 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是损害 有力量能够损伤的 损毁的 那么有利益的 就是像弹乐工匠 施主 那么施主来到 僧团当中 寺院 那么他就是 布施 那么有利益 我们就可以给他 饮食 还有工匠 这个工匠 就是做工的 他来这边盖房子的 来做雕塑的 你当然要给他 那么就按照 世间的情形一样的 那么来这边 建筑 盖道场 那么工资多少 可以给他 那么假使这个 我们之前就跟他谈好 那么这样的工资 有没有包含饮食呢 如果有的话 那么工资是多少 没有是多少 或者按照世间人的做法 世间人一般的做法 是说 来这个 做工的 都会给他一些点心用 给他一些食物吃 那么这样也可以 按照世所这样做法 也是可以的 那么刚刚提到这个 坦月有利益 以往曾经也提过 有利益就是刚刚所讲的 他来到这边 他有供养常住 或是来这边共生 那么对常住有利益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提供饮食给他 但是在出家中这方面 当然也要注意的 他并不是说 那我来到这边 我只要有供养常住 我就可以吃了 并不是这样 因为这个稻草 他不是在开餐厅 他不是说来的时候 我有拿钱来 我为什么不能吃呢 不是的 而是说他来的时候 刚好这个因缘之下 不方便 那么就可以提供餐饮给他 当然我们也提到 那这样是不是很现实 那没有供养的怎么办 比方一台幼然吃 从南部过来 要参访这个道场 那底下一下来 有人有供养 没人供养 那怎么办呢 要广播一下 刚刚有供养的到餐厅 没有供养到中二堂 领那个矿泉水 那这样就不行了 那我们那时候开会 开这个绿学研讨 有人提议说 那要不能贴公告 那么有利益的就是什么 那么就是可以 没有利益的就不可以 这样也不行 他说那你太现实了 怎么叫有利益 是有拿钱出来 叫有利益呢 这是一个利益团体 还是一个实战机构 所以这样也不成 那么所以我们只能说宣导 让在家居士晓得 说他到寺院当中 到道场当中 什么样的情况可以用 什么样的情况不可以用 那么当然就有人提出来 那那个情形怎么办呢 一台幼然车过来 那怎么处理呢 那么一台幼然车过来 那么他们有来供养这个道场 就整个就算一体的啦 你没有办法再去分别啦 你也不能去算说 你拿多少出来 还要简别一下 你拿20块钱 那一餐都不够 那这样不行啊 那么还开桌 是做哪一桌哪一桌的 那这样就不好了 所以就说 如果他们是一个团体过来的 那么就依照这个团体来计算 当然大部分的情形 那么现在来到金圣 我们都会跟他 他都会事先联络 那么告诉我们 执事也许是点座这一方面 主要是点座 那么就替他在埔里 这个地方订便当 这样也省了我们 费事啦麻烦 不然来一台一碗吃 我们要煮啊 自己吃都快来不及了 就是那个要花很多时间 那么来50个人 我们要煮给他吃 那个就比较费事 所以就帮忙他联络 订便当 这样的情形 但理论上呢 他也是可以受用的 如果他有供养常住 供养共生的话 都可以的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他有来帮忙的 办事的 那么打扫的 这些都可以 那么这些也都可以用的啦 也不希望说 听到法师讲说 这个苏家人的东西 不能随便吃哦 那么来这边啊 那么来当义工啊 那么拿一罐 矿泉鬼你也不敢吃啊 跪在地上 不能用 不能用 不需要到这样 还是可以使用 这解渴啊 你这喝了以后 这个这个 不口渴了嘛 精神很好 就多做一点啦 这样子很好 所以这些 可以用的 就用 那么这个 这个出家师傅呢 他也如法的 来这个运用 会告诉你的情形 那么给你都可以使用的啦 你这个来这边有帮忙的 都可以的 接着引诀 引用这个绿文来决断 那么前面的这个情形呢 多论云 人选者 与之 有益者不合 即是乌家 那么 萨伯多论 那么这部论呢 里面提到 人选者 与之 那么 他对誓言 有损害啊 那我们必须要给他东西 这可以理解 要不然他会破坏 有益者不合 那么 如果他对 这个道场啊 有利益的 那么就应该不合于给他啦 那么 假使给的话 就是乌家啦 那么为什么说 有益者不合 因为他既然对我们有利益嘛 那么他也明白这个道理啊 所以就不需要给他 这边的观点是这样的 那么如果他对誓言是有利益的 那么你还给他 这就属于乌家了 谁的乌家呢 这个下一节会解释 叫乌他家 就是呢 你没有什么事情 你就送给这个居士东西 那么就叫乌家了 乌他家 就懒乌了 这个居士啊 平等供养的心 那么简单讲就是 因为呢 你有东西送给他 你个人拿东西送给他 那么他对你就比较好感啊 他就对你好一点 他就把 他有什么东西也供养给你 那么其他的 这个出家人 他就不给他 不供养了 这叫乌家 那么萨伯多人的观点是这样的 所以他认为呢 以种种的物品 给予国王大臣 藏者居士 那么这个啊 都叫做乌他家 他认为有利益的 也不应该给 那么你来到僧团供养 这个常住 或是供僧 那么你是学佛法的人 明白道理 那不应该给食物的 这萨伯多人 他的观点是这样的 那么接着 通上律 这个通呢 就是会通 我们就是要会通一下了 那么前面律文的意义 意思了 因为这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是可以给 一种是不可以给 若彼此之法 如律亦得 那么假使呢 彼此知道法度的话 那么这个出家人 在这句子 他都知道啊 这个正确的法度是什么 那么可以按照啊 使送率 也是可以给的 那么使送率说 给这个国王大臣啊 那么还有升旗律啊 里面提到啊 给这个坦月工匠啊 都可以给的 都可以给的 那么彼此呢 知道法度的意思就是 在家居士 他知道生物难消啊 出家人的这个饮食啊 难以销售 他必定呢 不会任意的接受 除非他真正的 有这个姻缘啊 那么来这边帮忙啊 为这边服务啊 等等的情形 他才会接受 那么出家人这方面呢 晓得 乌家 是非法的 乌他家是非法的情形 也不会任意的 给对方 所以呢 两方面都晓得 正确的法度是什么 那么只要有 正确的姻缘 必须要给了 那么给他一点点 也是可以的 就是给他 就是适当的 适当的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绿文啊 他开始的意思 就在这里 那么有时候 我们到场 也会给他一些 我们不适合吃的东西 比方有居士送来啊 疏忽啦 这里面有蛋啊 的这个成分啊 或是有荤的这个成分啊 那我们就会送给他啦 请他带回去给别人吃啦 因为丢掉好像有点浪费 不太适合 或者请他带回去帮我们换成 其他可以吃的东西 适合我们出家人的东西 再换也可以 那有时候太麻烦了 你要他换他也不容易换 那么来这边帮忙做义工的啊 出波的啊 这些居士啊 你就把这些就给他啦 不然月饼 那么送了五盒过来 都是这个不适合的 那么就给他带回去啦 那么这样子 那么正常情况是不会 特别包东西回去的 就是他这边吃一次拥用 就可以啦 那么这是彼此啊 这个知法的情形 那么以上呢 是说明 这个有因缘是可以开许的 那么接着第三节 是乌家 说明这个乌他家的情形 什么叫做乌他家 第一段 比丘凡有所求 若以种种信施物 为三宝自身乃之一切 而与大臣熟伦敦皆明乌家 那么这个比丘啊 凡事呢 你有所求啊 你要求求这个在家人 那么求任何的东西 那么以种种的信施物 就是信心居士的财物 那么这个财物呢 是在家居士啊 他拿来供养的 他以那个虔诚的心 以这个信心来供养 布施给这个道场 这叫信施物 那么 假使呢 你的理由 不管是什么 那么是为了三宝 还是为了自己 乃是呢 一切 那么种种的因缘 那么你把这个东西啊 给这个国王大臣 在家居士等等 这叫做乌家 就算你为了道场也好 你也不应该啊 有这种乌家的心 就没有什么事啊 就送一堆东西啊 给这个在家人的 那么这个都叫做乌家 为什么这样不好呢 下一段说明 由于信施物 与白衣故 急迫前人平等好心 与得物者欢喜爱药 不得物者重视贤善 无碍尽心 是他前人身后福田 那么 由于呢 我们将这个信施之物 那么给予这个白衣居士 那么这样的情形呢 就会破坏啊 前人 眼前的这一个人 就对方 破坏对方啊 那么对其他出家人的这种 平等好心啊 那么会破坏的 那么为什么说会破坏呢 下面就解释了 与得物者欢喜爱药 那么从所得物的 这一方面来讲 那么对于啊 给他物品的这个出家人 他就欢喜爱药 他认为哎哟 他对我很好啊 那么他啊 这个有东西啊 馈赠给我 很好 我对他就欢喜爱药 不得物者 没有给他东西的人 重视贤善 无碍尽心 那么重来呢 对方啊 是贤善之身啊 那么这个有修行的出家人 那么他对他呢 也不会有这个爱敬之心 也不会有这个恭敬心啊 那么爱护的心 不会的 因此呢 就失他前人身后福田 失去了他人 前人就是这位居士 这种身后的福田 就失去了 那么 某个人 某个出家人 他是有修行的 有大功德人 有大功德人 但是呢 因为啊 他没有送东西给居士 所以居士想 这个以后我不要供养他了 他都没拿东西给我 那个都有 送个小小的东西给我 很好 那么这样就不对了 那么先前呢 居士啊 有这个平等信心 那么 一切的贤善出家人 那么都是他的身后福田 那么现在由于呢 乌家的缘故啊 就破坏啊 这个居士的平等好心 就使令呢 居士自己啊 失去种福田的机会 比方佛士的时候也有啊 这个六群比丘 他就是专门这个范戒的 那么他犯戒啊 也是很特殊的 他就犯戒 那么让佛来自戒 那么他到哪个地方去啊 就是 就是这个 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 但是当时呢 佛都还没有自戒 那么这个 比方这个六群比丘 到一个地方去 那么他要跟对方啊 托波祈求饮食 他自己啊 就拿一点东西啊 跟他交换 那个姜啊 那个什么啊 跟他交换 那么这个居士啊 就很欢喜 那么后来呢 摄利佛啊 目见人来了 托波 那么要脱饮食 他看 你也没拿东西跟我交换 我干嘛给你吃 而且前面六群比丘来的时候 都跟他有说有笑的 嘻嘻哈哈的 那么宰个家务的 那么做种种的动作给他看 他觉得那个才是好的比丘 那么摄利佛跟目见人来的时候 位移庄严啊 那么托波的时候啊 位移很好啊 那么很安详啊 他觉得这个不是出家人啊 就有这样的问题在 就是这样 破坏了 这个在家劇事啊 这个正确的 这个观念 那么为什么我们出家人呢 不要这样送东西给在家人呢 因为这个出家人是修无违法的 少欲之主啊 乃至呢 无欲 清净无为啊 那么以修道为心啊 那么假使呢 我们替修人送东西 来来往往的 那么黄飞道业啊 那么这个不是我们出家人啊 所应当做的 接着下面 又倒乱佛法固 凡在家属人 藏羽三宝 求清净福 割损血肉 以重善根 经出家人 反之心物 正位白衣 俗人 反于出家人所 生希望心 那么佑者呢 这样的行为啊 颠倒错乱了佛法 那么凡是呢 这个在家俗人呢 他很常的对三宝 要求取这个清净的福 这个俗人他要供养 他来寺院工作 目的就是要求福 而且要求什么福 清净的福 求取清净的福 那么自己呢 割损血肉 这就是说一简实的意思 他自己啊 这个吃的少一点 用的少一点 把这个钱拿出来 目的啊 要种三根 要求福的 那么现在出家人呢 反而啊 拿这个信心居士的 这个财物 正位白衣 这个位 位就送的意思 正送给白衣 那么就颠倒了 那么这个俗人呢 反过来 对这个出家人呢 升起这个希望心了 那么就觉得 哦 这个 我今天来到这个寺院啊 当中啊 看看能拿一点东西回来 那么就是升起这个希望心 这样就颠倒了 那么这样就不好 而且呢 我们要体会到 那个在家人的心 比方这个在家人 他供然这个某一个出家人 一个东西 很好的东西 或是普通的东西都好 那么这个出家人 就把他转手送给另外一个人 那么假使这个 当初供然那个 就是看到 他内心因为觉得 哎呀怎么这样 我是要给四伙 他怎么拿去给他呢 他的心里一定会这样的 好 所以这样子就不好了 那么接着 又若以扫物 正位白衣 那么佑者呢 假使啊 以少少的财物啊 馈赠给白衣居士 因此起七宝塔 照立金色 乃至世事 满颜不提一切慎重 亦不如静坐清净此界 即是供养真实法身 那么因此呢 你照这个七宝塔 种种的庄严 那么照立这个金色 就像秦皇金色 这么样的广大 乃至啊 他能够啊 用衣服饮食卧具汤药 这四件事情 来供养 整个严腐提 就是南占部州 一切的出家人 那么你是因为这样的姻缘 你就送他一点点东西 哇 他就做了这件事情 但是呢 还不如啊 静坐 清净此界 因为我们啊 去修止观 去静坐 我们清净此界 这是五肉清净的业 他是出离三界的阵营 那么这个古德就讲了 路人静坐一须 圣照横杀七宝塔 那么宝塔毕竟化为成 一念进行成正诀 那么你这个 你能够清净来那边坐一分钟 或在家里是你能够念佛 念一分钟 那个是清净的业 那么胜过你啊 造这个横杀的七宝塔 超越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宝塔 终究啊 它会化为灰尘的 虽然我们这个寺院道场 盖得很大 但是呢 它终究啊 化为乌有的 一百年以后 一千年以后 一万年之后啊 这个道场啊 就变成灰尘了 确实是如此 我们看大陆啊 当时的唐朝的建筑 到现在就剩多少呢 那么这个印度啊 当时所盖的这个寺庙 到现在又剩多少呢 都是废墟一堆啊 有违法 那么我们要求决 是无漏清净的法 跟这个行形 跟佛性能够相应的 无漏的清净法 它是最尊贵的 永恒不变的 那么静坐清净慈戒 就是供养真实法身 这个法身是什么呢 就是戒体 那么供养我们的戒体 那么这是就我们出家人来讲的 那么戒家居士来讲呢 受持这个五戒 那么你如法的去做 对自己有帮助 那么这个出家人呢 那么就是颠倒过来 那么假使呢 他以这样的情形 那么给这个白居士 那么就颠倒了 那么为什么白居士 但是他们想要这个共生呢 因为我们想要这个共生呢 有福报的 那么以往啊 就有这个三个人 他们是一起做买卖的 做生意的 那么这个经商几年之后啊 大家就是分开了 要分手 那么就分钱了 那么一个人都分到这个五百多万 那么分到最后呢 平分平分平分 最后剩一块钱 那么一块钱啊 假使要给某一个人 那不公平 怎么只给某一个人呢 那么你要把它敲碎啊 这样子也不成 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啊 刚好一个沙门啊 他突破从这边经过 那么这三个人啊 就共同的上映 要不然这块钱啊 就共赢给他好了 布施给这个沙门 那他们呢 一起啊 就拿给他 那么这个 共赢之后呢 这个沙门就奏愿 就是啊 你们今世 后世啊 都能够得到福报 共同啊 升到博越国当中 成为这个大富豪 那么到了下辈子 其中一个人 他住的地方 那么他家里的后山啊 就产生这个金矿 出产这个金矿 那么其中一个人呢 他们家的田啊 在耕田的耕地的时候啊 就会耕出这个黄金出来 那么还有一个呢 他家的这个井里面的 这个水啊 很特别 那么摇水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常常啊 有这个金矿啊 被他捞出来 那么这是啊 前世布施的这个福报 那么这个国王啊 他也是听到这个消息 听到这个消息啊 内心就想 这个国人的财物啊 都是属于我的 古代就是这样 国王啊 一切都是他的 那么就派人啊 到那个山上去采这个黄金 那么采了之后呢 拿到完工 一回去 变成石头 那么又到另外一个家里的田地 去跟一跟 把这个金块拿回来 拿回来之后呢 这个黄金啊 化成土 那么再到另外一家 那个井水里面啊 去捞 捞出来之后呢 回到家里以后啊 就变成瓦片了 都得不到 那么这个国王啊 他就去问佛陀 那么佛就讲啊 那么为什么 这三个人的黄金啊 到你那边啊 不是变成石头 就是土堆 就是瓦片 因为啊 他们过去啊 是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所以这些财物啊 不属于国王的 那么他才晓得 所以如是因如是国 因果实而不爽的 那么在这个杂批语剧里面 也提到啊 这个须达多长者 我们晓得 这个起硕及孤独猿啊 就是他供养出来的 跟这个太子啊 一起供养出来的 但是这个须达多长者呢 他七世以来啊 都是贫穷的 最后一次 也就是在佛寺的时候 是贫穷的最严重 他贫穷到 一毛钱都没有 那么就出去找东西啊 那么变卖啊 饮食啊 等等的 那么后来呢 他在粪坑当中 找到一个木斗 这个木斗呢 是用这个沾坛做的 那他就拿到市场去卖啊 卖的时候就卖到这个四斗米 那么回来以后啊 他就跟他妻子讲 你先煮一斗吧 我出去外面啊 再淘点菜回来 那么可以配饭吃 那么这个时候啊 佛晓得这件事情 那么就想 这个姻缘到了 那度化啊 这个须达多了 使令他的福报增加 那么等到这个 他的妻子啊 这个饭啊 刚煮熟 那么之后啊 就派瑟利弗前往 那么瑟利弗一来啊 他妻子看得非常的欢喜 那么 那么有出家人来哦 瑟利弗尊者来了 那就把这一斗米啊 这个饭啊 都供养给他 放到他坡里面 那么再煮一斗 那么第二斗啊 煮好的时候 这个木介连尊者也来了 那么来之后啊 他的妻子还是很欢喜 在供养他这一斗饭 那么再煮一斗 那么第三斗啊 也是刚煮好 那么这时候啊 这个加瑟尊者来了 那么也供养他 那么这三斗饭啊 都供养完了